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港经》系列《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至七十一节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至七十一节 请大家留心听我中读这几次的经文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 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以论 就对他们说 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 唐说你们看见人只声到他原来所在之处 怎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欲看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 谁不信他 谁要埋探 耶稣又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 此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耶稣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说 我不是简算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话是指着家略人 西门的儿子又带雪的 他本是十二个门徒女的一个 后来要卖耶稣的 这幅图是讲着一帮在跑道上面 要跨越种种的障碍 跨难的比赛 回应刚才的经文就是说 人生是充满不同形式的考试的 就好像大家都在一个跑道上 要跨难那样 在你人生当中最深刻的考试是什么 给五秒钟你想一下 我觉得我最深刻的考核是结婚 直到现在 以前那些什么踏卷那些真是湿湿碎了 这幅图又不同了 因为有些考试是你预计得到的 但是有些考核是忽然临到你 而且你预计不到的 这一段经文突然间有个考核 透过群众最终临到主的门徒 而这个考核就是一篇很难听得明白的道 今天这篇道是很难明白的 希望你明白一下 我会尽力说的 他说 这话心难 谁能听呢 很难明白得来又很难吞得下 那那个现象是怎样 读完圣经你知道 从此 他的门徒中就多有退去 不是一切 是很多 我不记得那段经文讲过的了 主耶稣说 我来的时候 遇得到信得的人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 我再来的时候 遇不遇到那些信得的人 信得这个字 原来就是信心 有没有信心的人 反复好像找不到 你明白吗 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初次的预告 原来在某年某月某日 访复在主的面前 有些信息表达了之后 就有一批的群众 终于不知为什么 觉得很难了 你记得 当时的人跟耶稣 不容易的 周围走来走去 当时这批的门徒 不是单单那十二个 还有其他一起跟着耶稣那帮人 耶稣说要跟从我就是什么 狐狸就有洞 天空飞鸟有窝 人子没有枕手的地方 所以每个人跟耶稣的人 当时挺刻苦耐劳的 不像现在我们听完到回家 睡你那个很舒服的床的 你明白吗 但是都是这样的考核底下 最终多有退去 可想而知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绝对不是那些 哇 耶稣走到麻风病那里 碰住他 接着说我医你 哇 耶稣说的东西 做的东西真的太温馨 太感动了 耶稣有时候说的道 显出来的就是 特意考验众人 而众人都做了一个反应 给我们看 就是众人都退去 接着主耶稣 这个考核又临到 最贴身的十二个人 耶稣就对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那你知不知道 今天的主题是说什么 你们也要去吗 但彼得答什么 当彼得怎么答 和经文怎么去论述的时候 就成为我们的提醒 当众人都退去的时候 主都会问 你都要去吗 彼得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彼得答对了 彼得看见一件事 是很多人都看不到 虽然说他们跟着耶稣 真是欲身 躺在身 跟着耶稣的 那些人 但最后都看不明白 彼得现在要看的东西 就是你有永生之道 道就是道理 有关乎永生的道理 这些东西 是我跟随你的原因 那什么叫永生的道理呢 按永生这些语文 就是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的道理 都是不明白 那你明不明白 我估计你都不明白 什么叫永远生命的道理 所以圣经会解释 圣经的字眼 不是纯粹看一个原文 而是看这段经文 用这个字的上下文的解释 在圣经药荒音里面 解释永生 解释得最清楚 我认为是这一节 大家一起读 就是第三节 来吧 一二三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猜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永生 这个字原文是永远的生命 没错 人人都有永远的生命 不信主都有 只不过 那个永远的生命的结局不同 一个落永远的火湖 一个落在神的永恒的家里面 所以你都有永远的生命 如果用这个原文这个字 有意思的时候 但是跟这段经文的解释 什么叫永生 真正蒙神 赐福人 有永生的人 就是那种道理去认识什么 认识神 和他策略的耶稣基督 整个的救恩的计划 你认识那位主角 耶稣基督 这个人 这个人 就有永生的道 在他里头 这个就叫做永生的道 因为只有你认识基督 能够得着他生命里头 要治愈你的 我们原本缺陷的永生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 你们也要去吗 彼得说 不 因为我主有永生之道 所以今天第一个重点 很简单 你们会不会去 因为我主有永生之道 你是带着这个真理的理念 跟随你口里所承认 那位的救主耶稣基督 这段经文本身 源于前文发生什么事 而延续出来的呢 圣经就说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 就上了船 往加白龙去找耶稣 既在海那边找着了 就对他说 拉比 是何时到这里来的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这一批人 之前见过神 五饼玉的神迹 他们得饱了 那他是怎样 第二天早上 一起床 一起床 不知道你做什么 他们一起床就想定 去找耶稣了 怎么找法 他在那里找 你找不到 上船再去找 终于找来找来 很辛苦 出场地找 终于找到了 接着他就这么说 拉比 就是老师 夫子 你何时到这里的 那就是以下知道什么 做些出声 不用我找得这么辛苦 你在这里 人在这里 耶稣就说 如果有一个人 你见到他这么辛苦 这么有热情来找你 你会不会立刻 摔一句 你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什么 你明明我说什么 就是耶稣跟人说话 你没有真的以为 每次都很 真的很温柔 很体贴 这个声音真的很舒服 有一次上途 你说话 是一点都不舒服的 这句说话 是一点都不舒服的 你留意一下听下 我实实在在 告诉你 你们这么热情来找我 遇过所有的困难来找我 上来说跟着我 说真的 你们都不是为神迹 是说什么 是有个包 你这么拼命来找我 为我包 有得吃 要你的肚 是你日常生活供应 你要 你要这些东西 所以你来找我 如果我没有这些东西 给你 你不会来找我 听不听明白 这种信仰基本上 不要说爆其他东西 你不给个男朋友我 我不会找你的 你给了个男朋友我 在我找你 你给了个美妻 我会找你 不给个老婆 我会找你 你给多一份好功能给我 我就找你 不给一份好功能 我就不找你 你知不知 我们经常都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是这么跟随住 那个挑战一临到你的时候 你一定在那个群众里面走 听不听明白 你记住这个考骸 是突然之间会临到的 是被所有基督徒 没有豁免的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五饼二鱼 大家都很熟 五饼二鱼的故事 不是强调那小女子 将五饼二鱼拿出来 奉献给神 这个故事的重点是 什么令到这帮人可以吃 维持他的生命 考门徒 门徒一个人被你答错了 他答什么 就算有二十两银子 都不够吃的 他的概念是什么 他的概念就是假设性的 大把银子 但都不够 背死车身 接着有一个自战的 安德烈冲上去 他说这里有五个饼两个鱼 接着他说什么 就算分都不够 就是说现实派 明白吗 盐都在 都是不行的 世界上两种人跟着主 去解决教会里面的文法人 一个假设这样 一个就是盐家这样 那神就说什么 圣经很特别的 如果你在之前读这段经文 因为今天我不是讲这段 不是主耶稣林的 是写在约翰福音的约翰市里 林美明的 他原知道怎样做 这下才有趣的 明明是考他的 考他什么 养活人肉身的食物都是神赐的 所以就摆上去 触罩了 就抹开 神迹是奇妙的 但是讲的道理很重要的 就是你每一餐的饭 你觉得是你自己赚回来的 是不是 其实不是 神赐到你 当所有粮食都没有 人都觉得紧接 都是分不到的时候 神就显过神迹 告诉你 我能够养活你一切所有的人 而且只剩下12个男子 却却有缘 这个是养活你肉身的生命 好了 那你肉身生命活着为什么 神就要继续考 神养活了你来跟耶稣 你是不是真的大着 明白真的来跟耶稣 一人吃完这一餐之后 就很开心了 跟耶稣这么精 听道理 见到神迹更舍得吃 去哪里找 你明白 那接着如何 拼命找 所以你知道 有人热成跟随主 说他真的像这帮群众一样 不少基督徒在追求认识主 这件事情上 显出很热成的有时候 但是这个热成不一定是按真知识的 不一定是按真理的 可以是按别的知识的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一到三节 作见证 他说 顶门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 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 但是不按真知识 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不服神的义 这节不解 纯粹说一件事 不按真知识 可以向神很有热心的 听不听明白 所以你不要觉得 哇 这个人这么热心 真是敬虔 不一定的 那神奇望我们是按真知识 而热心的 我当然不期望你有真知识 而不热心 那个人 很有热心去跟从主 主就一针急下去 我实实在再告诉你听 现在我考核你们了 你们这帮人不是因为神迹跟我的 虽然有一批叫做因神迹跟我的人 但现在你这一批是因食饼得饱 就是日常心会供应足立 我就甘心乐意 贴贴服服 甚至有时激情澹败地 跟随我口所承认的耶稣基督 所以主说 不要为必坏的食物 这么努力这么拼命跟从我 要为我传到永生的食物跟从我 有一种食物叫做永远的食物 我们的食物是败坏的会扭坏 我们知道 突然间你告诉我 有一种食物叫做永远都不会坏的食物 正啊 有时候我们家买了很多冻肉回来 摆的也摆不够 就是想买多个冻肉的雪柜 为什么呢 保存它嘛 是不是 但是也会坏的 突然间 陈生有一天跟你说 喂 有一种永生的食物永远都不会坏的 不用放很多雪柜了 你要不要 这么正 当然要了 永远都不会坏的食物 那些人呢 有这么好的食物当然要了 对不对 那好了 主耶稣说多一句 他说就是人只要刺激你们的 我来就要将食物给你 永远都不会坏的食物 因为人只是父神所印证 为什么要加这句 有没有人知道 当人在想 是食物都会坏的 怎么会不坏呢 金华火腿 把一年之后 都可能慢慢坏了 有些东西会坏的 什么来的 是否有保障的 这些质地好不好 是吧 接着耶稣就说什么 是父神印证的 是最大的批评所 为我作见证 我给的东西 好东西来的 就证于什么 你们喜不喜欢买煲的 我老婆很喜欢买煲的 好的 为了煮好东西吃 这个煲哪里来的 Made in Germany 好东西来的 那里来的 好东西来的 那你介绍吧 继续讲下去了 好东西来的 为什么 大家的意识知道 由那里来的东西 实属皆笨 有一天 Made in 那里来的 送我都不要 听不听明白 所以主就说 我要给你那些东西 父神弄了个什么头 下去了 父神那里来的 实属皆笨 好东西来的 接着说 这样啊 那我要啊 接着想想 没理由白拿你的东西的 那他们就来 他们的信任是这样的 特别的 众人就问他说 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就好像呢 我做了事 老板给我人工 既然你要给这个 这么好的 永远都不会坏的食物给我 那我们当然要做些事的了 不然我心都不过意不去 你明不明 那做些什么啊 那主就说了 哦 做事啊 都要做的 做什么 经文话 信神所差来的 你听多一次啊 做什么啊 哦 信我啊 有些这么好的东西 什么都不用做 那就可以得到 最信你就得 有没有这么大只 教你随街跳啊 所以有些人呢 你出去传福音呢 你说 不用有善行 因为救恩不关乎得行问题 你能够信耶稣就得永生的了 可以呢 去神的家里面 是不是啊 那么好 那接着呢 那些人就会这样 信你就得 没错啊 因为很多人做神的功 带着不信的心 神不重要 但是很多人作功之前 带着信心 就神很重要 听不听明白啊 所以真正作功 而讨神喜悦 是因为先有什么 信 你信得过神 神就最开心的 OK 哈文又说 这样啊 要信你 可以 喂 你做些东西给我看 之前那单不算数 以五名言语 不是个人都看到的 现在你再弄到个神迹 我们就信你了 是吧 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以前我们祖宗呢 哇 经过四十年的旷野 释马南 哇 神赐给我们 透过摩西 我们就服摩西 我们很喜欢摩西的 他做了一件 这么伟大的事 是吧 那主就说了 耶稣说 我实在在告诉你 那张生命的良 给你的不是摩西 是天父 要将生命的良 给你们这帮世界上的人 那我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 他们就说了 主啊 正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既然是这样 那我要了 不单要了 经常都给我 那每天都要公平 那这样 那接着他就说了 很重要的 耶稣说 我就是了 你说有东西给我们 你竟然说是你 你吃得的吗 吃得的 我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类来的 必敌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恶 等等 会解释这句话 到我这类来 一定要得这个生命的良 可想言之 你知道吗 很多人到耶稣基督的来 他是没得到生命的良 就像那帮人 是为了必扭坏的食物 来跟耶稣 在教会里面 或多或少有人 跟耶稣 回教会 不是真的为永生知道的 你透过跟他谈 你就知道的 因为主说 我跟你讲了这么多道理 你们见了我 我走了这么多神迹 还是什么 为什么要讲这么沉气 你知道吗 因为以下来讲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你会不像一般的人 真的到了耶稣那里 以下来跟你讲 因为按人是永远都不会信神的 圣经说 你们从不信 尽到信之前 因为 圣经说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度我这里 原来在众人里头 有一批人 是神 父神特意选择出来 赐给耶稣基督 因为他成就这个救恩 耶稣最想的就是得人 而这批人是特意 神选择出来的 所以选择出来的人 就必然按神的能力 智慧 引导 去到耶稣基督那里 圣经在罗马书 第三章这段经文 第十节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二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这段经文是引致于诗篇十四篇 当保罗在罗马书 讲整个传备的救恩的过程里面 他要强调一件事 众人都是罪人会犯罪 同时 没有一个人是二人 没有 而且这个不义的人是怎样的呢 圣经说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 这个是真神 但是人会寻求假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事的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个人 会发觉自己 我是要找真神的 没有 一个都没有 人只会寻求假神 但是神 是一帮不认识他 只会寻求假神的女头 神有恩典和简选 就是雅各 神选雅各 神选雅各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雅各将来会信我 所以我选他 有人的救恩是这样的 你明白吗 因为神有预知能力 知道雅各将来会信我 所以我选雅各 是不是这样 是否这样 圣经说 因为神选了雅各 所以将来神就令到雅各会选神 记住 因为圣经说 要显明神选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照人的主 所以到了某年某月某日 神因他爱的选选 和他的主权底下 他就会呼召这个人 归向神 并且让他认识神 正如圣经这里这么说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什么人 叫爱神的人 你爱不爱神的 等一下 想一想 不敢这么说 但又想这么说 暂时不是 但期望会是 圣经说 神最终会叫什么 万事互相效力 叫一个原本不爱神的人 渐渐成为一个爱神的人 而爱神的人 他能够蒙福 这个蒙福是什么 二十九节 就如先定下 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所以真正蒙福的基徒是什么 他越来越能够表现到 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 这个就是蒙爱的人 也都是爱神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三十字话 如先所定下的人 就会召他过来 用福音的纯正真理 松醒他的灵魂 认识他自己一个罪人 要悔改信从神 让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宰 这个就是呼召他过来 这个人一信主 就称他为义 在神面前无罪 最后称他为义的人 就叫他得荣耀 正如你所有余下的人生 信从主的人生 就建立一件事 就是你成为一个 效法他儿子无恙的人 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而显出那种真正生命的荣耀 这段经文是这样的意思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想 难道世上真的没有一个人 会很主动地寻求到真神 因为在你的感觉上 是你去举手信主的 是你用脚踏入教会门口的听道的 是你亲自打开一本圣经 接着信到耶稣的 你的感觉 你的认知 你的经历告诉你 我都是主动找神的 是吧 讲个例子 这是一个少年的官 十分有钱 如果在座当中有钱的人 要特别留心听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为什么 因为问他 十教里面 关乎人的六教 你守了没有 这个少年人的官 我从小就守了 耶稣爱他 但耶稣知道这个少年人的官 他有钱到一个地步 是依靠钱财导入 没有钱财就不行了 他成为一个依靠钱财的人 所以 一个依靠钱财的人 就会转过来依靠神的 除非 他将依靠钱财 这个概念和心态 除去 只有一个方法 你缺少了一件事 就是将你所有的钱财 变卖再分给穷人 接着呢 有财宝在天上 既然你信我 你信我永生这件事 那我就告诉你听 你将来因着这样的时候 在天上就有真正永恆的财富 那这个人就不明白 因为我太有钱了 突然你给了一个挑战给我 怎么可以的 那我要靠什么生活了 所以神就要告诉你 靠我 你知不知道 很多有钱的人 就要过这个门栏 有些人有很有学习的人 就要过这个门栏 有些人很有权力的人 就要过这个门栏 每个门栏都不同 但总目的就是 你要依靠神 跟随神 不然你跟不了 所以他不明白 那他明白的一件事就是什么 今早有酒今早聚 今天有钱今天用 将来天上的钱 我什么都看不到 没有渣娜 那怎么办 那不要永生了 我要金钱 这个才实在 是不是 你忧忧仇仇走 为什么 他明明很想得永生 我认为 他想得永生的原因是什么 用永的生命 享受他 大把的财富 所以圣经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很多人的主是什么 你怎么看得出 你搭一下火车 港帖 有时你真的不小心 就不是故意的 OK 那就看到别人 扫一下扫一下 那些 手提电话拿出来 那些绿色 有些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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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么来的 你有没有看过 又红色又绿色 扫完一个红色 又另一个红色 那些线不停上 上下下下下 是吧 你见一下这些表情 很有趣的 为什么 他所有都躺下去了 是吧 他每天一起床 最重要是这件事 是吧 好了 来到 世上没有一个罪人 会主动寻求真神的 没有的 但是 只有真神会主动寻求罪人 你怎么知道 我们看一下卡通 我喜欢这个人 和我一样 这样的身形 我估计 我估计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大家知道 杀哥是不是 他那件衣服里面有什么 是我特意放下去的 他成世人 就是依靠前在到日的人 所以他不断要吸钱 没有钱他不安乐 你明白吗 尽量吸 别人说他 哇 你这个犹太人竟然帮罗马政权打工 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得行理他 最重要是什么 money 没有朋友不重要 没有真身朋友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 money 朋友是不可以靠的 是什么 好了 突然有一天 耶稣很出名的 说到你都不错 那这个杀哥就说 好了 今天这么有空 听一下他 找一下他都好 在他的过程里面 很主动的 主动到怎么样 他太高了 你明白吗 他发觉那些人遮住他 他用他的计谋来想 耶稣一定走这条路 不会不走这条路 第二 那些人都会阻止我的 不行 我要爬那棵树够高了 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看他马水来的先 是吧 那你爬上去 他都很努力 他都很热成 很澎湃的 怎么样 最后很特别的 你读圣经 真的很仔细想 知道吗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旱 按照你 整班群众 遮住耶稣基督的视线 周围 一路走一路走 等着很多人在那里 欢呼说 说耶稣的东西 好了 突然走走走走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人在树上面 那你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走过 因为你见不到 是吧 第二你走到 你知道我们的视 有超过180度 突然看到一个人在上面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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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你怕不怕 你怕不怕 你当然怕 怕什么 他认识我的名字 我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 让他认识的呢 好像突然间没有了私人 所以在杀该那个过程 偶然遇上一些惊喜 但是按照神的简术意义 是必然的经历 听不听明白 神经万事互相效力 包括今天你听到 有人可能真的真心跟随主 但愿今天松醒你的灵魂 万事互相效力 最终你成为一个爱神的人 那你怎知道杀该最终成为这个人 杀该今晚我们在家吃饭 圣经就说 差我来者的意思 三十九字 他所赐今我的 叫我一个都不失落 所以你记住 凡是神所谏命定要得救的人 不会失落一个的 你会有很多跌跌碰碰 很多的软弱高低的意见 但是 神要救这个人 是不会从他手拿当中跌走的 不会的 圣经说 将来所有信徒去到神的面前 有审判的 但是不是永远灭亡的审判 那个审判是说 将你所有人生工程去试验一下 你的人生工程的根基 每个都一样 就是基督耶稣 不会改的了 但是你上面所建造的工程是什么呢 他就用两种品质作为一个对比 有些人在神面前所做的事 如同什么 草木和界 一事被火烧 Nothing 没有了 有些就是用金银宝石 用火烧都不会烂的 存留得住的 真是按神的心意 好好为主而活的基督徒 所以圣经后来说 有一批人叫做紧紧得救的人 但是他去到主的面前 一定有亏欲 虽然 神是不会失败 但是不要因为神不会失败 你随便过一个交通生活 对吗 这里说 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咦 这句说话 如果真一点 挺危险的 为什么 那时候人们真的见到耶稣 见到 听完道 神选他 那就信了 我没见过耶稣的 你看看 见耶稣而信的人得永生 那我没见过 那我是不是得救 你明白吗 那为什么 保罗对我们真是好 说了这句这样的说话 来了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真理告诉他 基督为他罪死了 并且他替罪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就是我们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復活的主活 所以 我们从今以后 不凭外貌应人 我们是凭真理认识 那个是一个罪人 真理认识他是一个义人 真理认识他不是属神的义女 真理认识他是属神的义女 所以凭个爱貌认识基督 但现在我按真理去认识基督了 所以你按真理见过耶稣基督 你就会恩着圣灵的感动 听从福音里面的真理 你就悔改 归向你欲眼见不到 但你一明白真理而见到的耶稣基督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所以今天去到一个小小的总结 今天的主题是 你们也要去吗 不 彼得说 因为我主有永生之道 记不记得永生之道是什么意思 认识神的道理 所以今天你认识什么 第一 不 因为我是父神所选招的 你透过让福音这段经文 你知道你是父神所选招的人 所以你有这种能力 在你的生命之中 和所有的群体背离神 你能够反歧到人 继续守着神要你守着 圣经就说 我是从天上救下来的 那那帮人就不明白了 咦 他从天上救下来 又有一个问题 他明明是弱失的儿子 四十二字 这不是弱失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喜不认识 他为什么说他从天到来的呢 那来了 耶稣回答是什么 哦 其实是这样的 我出生的时候 就被希腊王追杀 那么呢 那爸爸呢 就因为天使报目给他听 就带我到埃及 那带我到埃及呢 就想回来 那我爸爸又很害怕 那我去了哪里呢 就去了那里 就是拿撒那 原本我在伯利亚出生的 引经据典 在尼加书 就那里出生的 我就是那个人是基督 有没有说这些 没有 都免得说 知道为什么 除了有时间说之外 因为那帮人不是会选择的 圣经说 你很多都不明白吗 不要紧 若不是差我来的 呼吸引人 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 现在你整派人都来听到 整派人那时候跟耶稣 那跟什么原因 如果真是到耶稣跟前来的人 是什么的 圣经说 呼吸引他 那呼吸引他 你看一下 你有永远的健康 你有出入所有的平安 你有财富滚滚流也 这样吗 不是啊 圣经说什么 犯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这段经文就解释什么叫 负吸引人 用什么吸引人 用什么 道 神的教训吸引你 你觉得好啊 神一定会帮你觉得 读圣经是好的 神一定会用他的教训吸引令 令到你愿意去学习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 真是会到耶稣跟前 跟随基督的人 今来你有没有读神的话语 读明神的心意 而跟随神的心意 这么过生活啊 有没有啊 你自己知道 所以这个人 杀开他的改变是什么 他说 主啊 我将我一半的财产 分给穷人 那个少年 想分财产 怎么办 不行啊 立刻走啊 但是这个呢 神不要说 呃 杀开他 那些人都不喜欢你 你现在你归信我啦 有个好见证啊 那你懂得做啦 我明白我明白 我懂得做我懂得做 是不是这样啊 没有啊 是他特意自动自觉 是啊 我要联敏穷人 我大把钱 好了 订过订过 尽有一半分出去 哇 好夸张的哦 你有多少钱啊 不要告诉我 我听 你分一半出去给穷人 头痛头痛 四分之一行不行 你听到应该这么想的嘛 但是 那个不是啊 一半分给穷人 还有呢 我骗过哪个 我还他四倍 跟着柯西律法的哦 羊就还四倍 好像牛就还五倍的 我骗过哪个 我还了 那就是说 他本身有没有神的坏语在这里 有 但是他不是跟着神 因为他跟着哪个 马门 后来他真的信了主之后 那怎样 神的话语是爱慕到 即刻实践 你今天听到这堂道 因为有永生之道 所以跟着主 是吧 那你出道第一句话 是吧 喂 喂 我们今晚一起读性经浪 是这样的嘛 应该 是不是这么想啊 不知道呢 又或者 你两家 我们正式开始一个家庭崇拜 然后今天开始 永生之道 永生之道 如果你真的听明白的话 为什麽 求之不得了 要这些东西 所以救恩就临到这位的杀干 因为他因信靠神 就如同他的祖先阿伯拉罕 信靠神 而度过他敬虔的生活 人指来就是要找一种失丧的人 最终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 圣经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太初有道道指耶稣基督 道与神同在 道本身就是神 所以圣汉福音 比其他三卷的福音书更难 因为他讲神圣的真理观 是讲得更透切 但这个重点是讲什么 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的 他不是被创造的 他是创造的主 是创造的神 圣经就说 第四节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人里面没有了这份光 也没有了这种生命 所以凡接待他 就接待这种生命在他里头 他就不同了 人未神信主而活着的时候 在神的眼中算为什么 没有生命 有没有见过这个公仔 但是 参加选拳选的人应该懂 我很喜欢这个公仔 不是 这个公仔不是最好的 等一会就最好了 这个公仔 这个是一个人的形状 是吗 中间空的 没有了什么 没有了生命 没有了光 黑暗的 是 当有一天 偶然你遇上的惊喜 耶稣出现的时候 基督是什么 是生命 是光 所以怎么样 你人生会遇到他 透过耶稣基督所猜现的人 到最后呢 我真是喜欢这种 这幅图有没有看过 这么难搞的 好喜欢这个 人没有了生命 没有了神 不断找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填满他 解决他里面的渴 解决他里面灵性的肚饿 解决不到 唯有生命的主再回来 你就怎么样 他就说 永远不和 永远不和 因为人本身没有了生命 到我这类来的必定不和 那真是吃旧东西下去 令到我永远都不肚饿 不是 他解释 信我的 即直接待我 如同你知道肚饿 吃够食物下去 解决肚饿 现在你听了福音 你知道了 人真正心灵的需要 不是食物 不是钱 不是安全感 是先要神 你听了福音之后 你信耶稣基督 恩信他 你永远都不肚饿 永远都不和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你们也要去吗 第一点是什么 不是 因为我主有永生之道 解释什么 我是父神所选招的 我是父神所吸引的 还有呢 因为我爱行父子教训 说到这里 你是不是以为我说完呢 当然是没有 因为主耶稣特意要篩走一批人 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 主耶稣特意讲这篇道 讲到很难 所以他这么说 我的肉可以吃的 我的血可以喝的 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可以吃的 我的血真的可以喝的 然后人们就犹太后 不是吧 吃他的肉 他打算用那把刀割自己的肉 给我们吃 好恐怖 真的吃他的肉 咦 吃人肉 怎么想得明白 是不是 那耶稣就再跟他说 我实实再说给你听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你就有生命了 那些人就开始觉得 太恐怖了 听不懂 那些门徒都不想继续听下去了 所以现在陈先生说到差不多成九个字 你还想不想听下去 说这么久 真是长 很难听 很难听得明白 那些门徒就走 何解主耶稣这一刻 要说一篇这么难听的道 何解主耶稣这一刻要说一篇这么难听的道 接着呢 又考了十二个使徒 你们都要去 在这个下一个过程里面 就知道一件事 不是人有本质的能力跟从神 而是什么 是神先在万古之先挑选他 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并且一定会什么 吸引他追神的话 并且一定会学习 这个就是神 透过这篇这么难的道 告诉你 你如果按本质 不会跟从神的 只不过 如果透过神的简选因 怎么帮助 吸引你 你最终会真是 成为一个 真真实实 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所以后门他解释 人活着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跟你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什么意思啊 就是神紧张的是你 灵性那部分的活着 肉体是无益的 既然肉体无益 吃我的肉 你以为真的吃我的肉 是个比喻来的 你吃食物 就有生命了 维持肉身生命 你信我就如同吃食物那样 一信我 我是生命嘛 我在灵性里面 供应你生命 所以你就成为一个活着的人 你们也要去嘛 谁能到我这里来 如果你现在明白 永生之道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到神那里来 也都检视自己 你今天 是不是一个真是 到耶稣基督面前的 基督徒 这个信用的巧合呢 透过群众的热切的追随 和一篇深谋的道理 分别出那些的门徒 因领受生命之道 带着正确的信用理念 跟随主的 今天 你会像不像那帮群众 是为了食 为了神迹 为世人出于自己私欲的期望 而跟随主耶稣呢 你记住有一天 巧合的临到的时候 主是会主动将这批人篒走的 听不听得明白 一定会 真的要听得明白 这篇道很重要 今天 你会像那些门徒一样 不明白自己所信的 而跟随人的人意 而随对而离开吗 我相信一开始那帮门徒 自证 很难听很难明白很难明白 还跟着 走 一开始有一个这样的人 然后其他人听 是的 真的 走 然后走 有几个 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四十个 七十个 走完了 明白吗 他们跟着是没有按真理去跟着的 它是体贴人所说的道理 有追随人的群众那种心理去追随主的 追着追着就不会追了 还是单单跟随次生命之道的主耶稣基督呢 今天你心里恩何跟随主 这个信仰的巧合一定会临到你和我 有些人继续跨过 有些人中途会跌倒 有些人隐藏到很后才跌倒 先离开住 正如这段经文所说的 哪个 就是犹大 就是犹大 在这次的巧合十二个都退吗 那时候 犹大坚持继续做一个隐藏而虚假的追随 因为发觉到最后 没办法了 不值得投资 就斩篮 是不是 接着怎么样 赚回那三十块钱 够了 到最后就卖了耶稣 那说 你有永生之道我跟你 那个比德 又是不是很OK 又不是的 它跟不跟到的 它跟不到的 我就要讲这个例子 就告诉你 我们所有人都跟不到的 但为什么跟到 因为主说 每一个被父神赏赐 到他那里 一个都不失落 所以明明很怕怕死的 彼得最后明白了 整个生命都写几底下 跟着主 所以彼得 写彼得前书 四章十二字开始 亲爱抵押 我们一起读这句 好吗 有那里开始 一二三 有火烈的事业 临到你们 行了 为了食物的 不会进入这个事业 不明白神的道 根本没有追随永生之道的人 都不会进入这个事业 肯定 但是 是不是有永生之道的人 就一定会进入这个事业 不一定 但是会进入 不是凭自己 是神用大人的手托住 进入这个事业 因为他说 与基督一同受苦 是什么呢 十三字话 都要 要 喜乐 如果一日 周围的环境 告诉你 要为主受苦 你们也要去吗 是什么呢 是神用大人的手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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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跟随主 不是说 你现在在这里 或者在那里 最重要是 你心里 确定了一件事实 你里头 是不是因永生之道 跟随主 或是 你也是为吃 为神职 为别的事 跟随你口中 那位的主呢 最后 我讲主题 你们读一二三四 好吗 四个重点 好吗 最后了 好 今天的主题是 你们也要去吗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因为 你按照你的时候 就会考核我们每一个 因为你要知道 因为你要给我们知道 自己究竟是不是跟随主的人 因为你要我们的信心 在试验过后 然而是单纯 因为你知道 ,信任必须经过考核 才能够验证出真与伪 感谢你先将道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考核的时候 不止于彷徨失措 你的道 因着圣灵的帮助 存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在 或许有如火般的试念临到之前 我们的信心 站稳在基督里 圆主 联敏我们 正如你昔日联敏彼得 建立他 成为一个爱神的人 圆主帮助我们每一个 当众人退去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懒清高 不退去 是因为我们知道 你有永生之道 并按照你的能力 守住永生之道 就是认识你的道理 叫我们那天 有仗可交 我们将自己 和我们所认识的中生 和恭敬的教堂 愿你保守我们 定征在你永恒的能力 美善的指导 让我们站立得稳 感谢你 祷告感恩 奉耶稣基督成名 阿们 好 好 好